内行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部 男子跟恶魔签下协议 只要一生气就浑身着火 变身骷髅人的电影《灵魂战车》 话说特级演员老王和小王父子俩 十几年来一直靠表演玩命的飞天摩托项目谋生 虽然这个项目很危险 但是轻车熟路的父子俩人却怎么能表演成功 由于小王炫酷的操作 林家小妹宝儿姐对她十分欣赏 很快两人就谈起了恋爱 可是好景不长 宝儿姐的父母不愿意宝儿姐跟整天玩命的小王谈恋爱 于是准备举家迁移去城里 从而摆脱小王 小王就跟宝儿姐商议 第二天一起私奔 不让大人主宰自己的命运 却在小王回家准备告诉老王 他要带着宝儿姐远走天涯时 小王却发现了老王癌症满气的诊断单 父亲重病的消息让小王十分担心 结果就在当天晚上 一个手拿拐棍的老人找到他 老人说自己就是传说中的魔鬼 这次来找小王就是让小王给他打工 做他的恶灵骑士 如果同意 他就会救下老王的性命 为了救老王 小王不管不顾的签了契约 结果第二天老王果然恢复如初 看到老爹重新撞得像牛一样 小王十分放心的准备骑着摩托车去找宝儿姐 结果魔鬼十分阴险 他利用魔法让老王的表演出了意外 老王虽然没死在癌症上 但是却死于意外表演 小王赶紧去跟魔鬼理论 但是很显然不是魔鬼的对手 对于老爹的死 小王十分内疚 于是再也顾不上跟宝儿姐谈恋爱 反而立志要继承老王的衣补 做全世界最牛的特技演员 就这样 在一个大雨磅礴的夏日 小王放了宝儿姐鸽子 从此两人天涯两端 各安天命 十年时间转瞬即至 小王此时已经成为全国最棒的特技演员 由于跟恶魔签了契约 小王获得了不死的体质 于是整天挑战十分危险的特技表演 一时间粉丝无数 这天魔鬼的儿子 阴谋歌绝的老爹一直站着魔鬼的位子 自己没法往上爬十分不开心 于是准备找到传说中的魔鬼任命书 自己来做正牌魔鬼 他很快就带着手下 土魔水魔风魔来到人间 试图找出来上一代恶灵骑士 藏起来的魔鬼任命书 魔鬼在人间并不能发挥最大能力 因此收拾不了自己的儿子阴谋歌 但是魔鬼还是表示 会派出恶灵骑士找阴谋歌算账 与此同时 小王正在准备最新的挑战 这次他将飞越八甲并排的直升机 宝儿姐作为新闻记者 跑来采访小王 十几年过去了 小王终于再次见到了宝儿姐 脸儿很快就情复燃 一起约着吃烛光晚餐 就对小王准备赴约的时候 魔鬼找到他 魔鬼告诉小王 现在需要小王帮他对付阴谋歌 小王当然不乐意呀 但是魔鬼强行启动了小王体内的地狱火 小王瞬间浑身痛红 蹊跷冒烟 很快就变成了燃烧着地狱火的恶灵骑士 恶魔承诺 如果小王打败阴谋歌 就帮他解除契约 让他做回普通人 小王只好欣然答应 旁观就跟阴谋歌干了起来 而阴谋歌子让土魔和水魔打小王的埋伏 最终土魔直接开着大卡车 把小王怼在墙上 但是恶灵骑士是不死之身 小王很快脱困 然后用燃烧着地狱火的铁链 把土魔烧成了一堆石头 这一弄可就耽误了约会 宝儿姐以为小王又放了鸽子 一个人在餐厅借酒消愁 而打败土魔的小王似乎控制不住自己 他把自己的摩托车改造成地狱战车 在城市的街头行下仗义 在干掉一个想要想劫的小伙后 天就快亮了 小王一路骑着地狱战车来到了父亲的目的 然后就变回了人形 晕倒在地 多亏守木人帽子书救了他 第二天小王醒来 帽子书告诉小王 他有办法解决魔鬼契约的问题 小王也回忆起来昨晚发生的事情 他感觉自己变身后就变得异常暴躁 于是就答应帽子书 看他有啥办法解决 帽子书告诉小王 在变身恶灵骑士后就会变得极恶如仇 见到恶人就想杀 不过小王看似行侠张义的到处杀人 警察肯定要管 很快他们就把小王抓进了监狱 结果到了晚上 小王再次变身恶灵骑士 把监狱里的罪犯杀了个精光 随后又骑着摩托车去找阴谋哥了 小王骑着燃烧的摩托到处乱窜 可把警察忙坏了 他们出动直升机和大批警员 试图逮捕小王 结果小王却跑到天台 跟风魔单挑了起来 风魔没有形体一般的武器 根本伤不到他 不过小王却十分有办法 他通过旋转铁链造成了空气漩涡 直接就把风魔给吸进了燃烧的地狱火之中 瞬间就把它烧成了灰烬 随后他骑着摩托车 在90度的大楼墙面前行 顺利回到地面 而警察此时则全面开火 可是一缩子子弹打完 小王还是毫发无死 只能眼睁睁看着小王扬长而去 干掉风魔后 小王再次找到帽子哥 帽子哥警告小王 他说阴谋哥十分阴险 他可能抓住宝儿姐用来威胁你就范 你要早做准备 可就在小王走后 阴谋哥竟然带着水魔找到墓地 对着帽子叔就是一顿走 试图逼问小王的下落 结果帽子叔宁死不从 阴谋哥也只好另辟蹊径 去找宝儿姐 他抓住宝儿姐 然后威胁小王交出魔鬼任命书 小王没办法 只好找帽子叔商量办法 结果帽子叔去拿出了魔鬼任命书 原来他就是上一代恶灵骑士 帽子叔将魔鬼任命书交给小王 并且重新变身恶灵骑士 送了小王一程 走到魔鬼任命书的小王立马动身 寻找阴谋哥谈判 在路过一处沼泽的时候 水魔还是不进鞋地偷袭了小王 结果被小王直接在水里点燃 直接用魔鬼之火把水魔烧成灰烬 终于决战的时候到了 在宝儿姐面前 阴谋哥和小王展开了最后的决战 可惜打着打着天亮了 小王又重新变回了人生 而阴谋哥则重新拿回了魔鬼任命书 并且吞噬了恶魔契约中 一千个患人的邪恶灵魂 变得无比强大 阴谋哥随即想要直接干掉小王 不过小王毕竟是有主角光环的人 关键时刻竟然掌握了白天变身的能力 他变出地狱火裂枪 一枪就把阴谋哥打得四分五裂 化作漫天阴魂 不过阴谋哥也是十分顽强 很快就又恢复如初 小王一看不是对手 最终决定放大招 直接用灵魂之眼 跟阴谋哥来了个对视 这一招对于容纳一千个邪恶灵魂的阴谋哥有奇效 好快阴谋哥被地狱火击败 直接领了河瓣 经历这次风波 法尔姐认识到小王对自己的心 因此答应了小王的追求 两人从此过上了没修没脏的幸福生活 自此全球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事的时候要多做善事 千万不能当个恶人 不然恶灵骑士可是会上门点火玩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